在过去近三年的时间里面 那么中国本土出现了300多起 有境外输入导致本地发生的疫情 那么这些疫情的话 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那事件证明 动态清零 这个总方针是科学的 效果是显著的 是符合中国实习情况的 所以目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武汉疫情控制以后 那么我国主要是境外输入 造成本地的疫情传播扩散 所以我国就确定了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那么事件证明 这个总策略是科学的 是有效的 可以证明